大家好,2023年的11月6号 我说了,我发了消息说我今天要公布一个人 那么公布这个人呢,就是原来在乌克兰 现在已经回到了中国山东的占地记者老赵 我要把昨天跟他的事情给大家做一个说明 好了,我就不说结果,我直接开始先说了 四张图,开始的这四张图是我的一个微信的好友 是我的一个好友,完了跟他老占地记者老赵的聊天记录 这四张图呢,大家简单的都看了,对吧 你们可以定格,那么我把每张图呢,我给大家看一下 再说一遍,第一张图 说,老赵说乌克兰这个抓,我的网友问 乌克兰抓王吉贤,到底是怎么回事 是说杀王吉贤,涉嫌杀害了一个买音嫖娼的妓女 完了之后,还要涉嫌敲诈杀人 那么这个里头呢,他说的是,战机记者老赵说 我的说法,你可以自己打电话问乌克兰驻美国领事馆 当然,我一会儿把战机记者老赵跟我的聊天记录 我也公布出来,我需要东实打实的 先开始呢,我说我不公布,但是战机老赵确实 我觉得他做的有点过分 那么,首先,这第一张图就是,战机记者老赵说 王吉贤涉嫌杀害乌克兰的买音嫖娼妇女 涉嫌买一嫖娼,避梁为娼,涉嫌诈骗 那么,战机记者老赵说 这件事,你可以去问乌克兰驻美国领事馆 我一下子就懵了 乌克兰驻美国领事馆 而且他说了两遍 乌克兰驻美国领事馆,也就是说大家要打电话打到美国去 去问美国的乌克兰的领事馆,没错吧 那我就特别纳闷 这个王吉贤是中国人 出的事呢,是在乌克兰本土出的事 怎么他妈的又跟美国领事馆有事了 而且是乌克兰驻人家美国的领事馆 这叫哪说理啊 所以,战机记者老赵,他这件事 第一个,而且他就明确的说 就是乌克兰驻美国领事馆 图片,有视频为证,有图片 语无伦策 后来又要说 那您能发一些证据吗 就我这个网友说 战机记者老赵哥 你能发一些证据吗 完了,你能跟我多说一吗 第二张图片他说的是 我要当公务员了 不和那群反华反共的垃圾混在一起 我说了,我说老赵 咱俩如果有联系 咱俩当面对峙一下问问 可能咱俩有互相误会,说一下吧 这我倒要给人家说啊 那么第二张图就是 老赵说,他要当公务员了 不和那些反华反共的垃圾混在一起 那也就说,你所谓说的 这些话是不是想在你的山东老家 纳一个投名状啊 大家都看过投名状,什么意思吧 但是要纳投名状,你也说实话呀 但是你这样,你说的这些话 我认为是三部的,是谣言呀 你要当公务员的话 哪能这么当啊,对吧 当然我对老赵目前还是没有任何的诋毁啊恶意 待会让大家听,我跟他的聊天记录 让大家听 第三张图 我们这朋友就问了一句非常关键的事 说,赵哥 既然你说 王岐前是杀害了 满一瓶子,逼梁为娼 又杀害妇女啊,又诈骗 你为什么要把这些你说的话 从YouTube的视频 你的视频上下架了 为什么 他的回答是要当公务员了 好了,我们这个朋友说 你没有造谣,为什么要下架呀 过一个月再放出来 先把郑审过了再说 我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意思 但是他说的是要当公务员了 也就是说他要当公务员了 他就下架这些东西吗 他是不是他要承认了 他这些东西 他所说的 所污蔑的 以前都是杀人犯呀 买一瓢商都是假的吗 他承认吗 那为什么要他说要当公务员呢 做一张图 做一张图呢 大家看了就全是骂人的话了 完了,他坚信的就说呢 王极拳这种倒卖乌克兰妇女 是乌克兰妇女死亡的畜生 居然还不将以闪耀制服的什么的 你和王极拳卖毛片去吧 你们这些反华的河头他妈只会倒卖妇女 进坚人都不承认的东西 一个倒卖妇女把人家女人弄死了 一个畜生还给他洗地 操你妈的 这就是老赵 这四张图 给大家发出来 就是我的一个网友跟他聊天记录 我先发出来了 好了 东哥那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我当时啊就琢磨了 不对 我有老赵的聊天记录啊 我有老赵的微信啊 我就一直琢磨 后来没想到 在我1874里 我终于找着了 战地记者老赵 所以我今天呢 你们看 之前我没删都是没了 我现在呢 我把昨天我刚给他发的语音 大家听一下 大家听一下 还是那句话 我很诚实的跟大家说 老赵老赵 对不起啊 我这有六个微信号 1874的 这是我其中一个 我这终于能联练到你了 对不起 我找了好几个号没找到你 我对他非常尊敬 方便的话 咱们能聊聊 我对他非常尊敬 我现在没有任何录音 我旁边没有任何人 我在家里 我就是直来直去想问你 你说的王岐前那个 跟我问他爸听到的截然不同 这是我知道的 所以 如果你说的对 如果你说的对 有证据也是你说的对 那我肯定道歉 向你道歉 我也把正规的消息发给大家 如果你说的不对 那我去想问问 你这些消息从哪里来的 我听说了你说是从大使馆什么的 那从大使馆这些 也就是说你没有证据 你只是听中国驻乌克兰大使馆说的 是这样吗 还说中国驻乌克兰大使馆 我再一看 不是 老赵说的是乌克兰驻美国领事馆 这他妈全乱了 大家接着看这个 这是老赵的回复 我呢一边举着一边给大家念 你看这样可能大家看得清楚一点 非常感谢提醒的对 我需要和王岐前这类人切断一切联系 王岐前和郭文贵混在一起 确实没有好下场 而且这人很苏东为了骗粉丝 去乌克兰反复去警察局和安全局举报我 说我是间谍防弹衣是假的下流之急 首先我都不知道苏东是谁 或者王岐前跟什么郭文贵混在一起 跟我都没关系 因为我再说一遍 我是王岐前为朋友 但是 我确实承认 吉弦做视频呢 太肉骨 完了之后呢 慢慢吞吞 另外呢 他老是以自己为中心吧 很多人听不懂他的话 所以呢 我也很少看他视频了 这是良心话 很少看王岐前视频了 他跟老战机记者老赵的矛盾 我上个礼拜才听说 才知道 要不然我都不知道 他跟战机记者老赵矛盾 还有什么苏东是谁 我都不认识 好了 咱们继续吧 现在他进监狱 简直是罪有应得 可惜乌克兰太腐败 交钱就可以放出来 首先跟大家说一声 吉弦没有放出来 因为他这个涉嫌 那是战争的一个泄露秘密的事 所以呢 是无意的 所谓无意的 现在乌克兰当局得严查 所以呢 现在没出来 这个没出来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老赵说他出来了 别让 我得点出来 别让你的手下在骚扰各种骚扰我了 我身体不好 天天加我好友辱骂我 还有 你说你没有对我进行辱骂和攻击 不过你的粉丝和手下 倒是这几天 没有少骚扰我 天啊 一天几十个人在骂我 攻击我可真厉害 我可见识到了 我做视频的兄弟们 我许晓东很牛逼的一个人吧 我说骂谁 咱们他们一块骂 没毛病吗 你们见过我在哪个视频 或者说哪个私下里 我说让大家去骂战争记者老赵的 我许晓东直接从他妈的楼上跳下去 我磕死 我他妈的直接他妈的撞车上去 我再说一遍 这是我说的 如果我他妈指使了粉丝 要去骂战争记者老赵 我他妈从楼上 我直接被车撞死 好吗 我他妈的 所以这一点 真是这些老赵 一下子让我觉得很生气 但我依然对他很尊敬 但我很生气 我哪招惹你了 你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你让我 居然说我找人骂你 继续 还有 要改改毛病 确实 这很影响我 我太善良了 王岐贤这种 贩卖乌克兰妇女的人渣 我居然看他可怜 还想帮助他 还在 视频里说出来了 我必须要再拍几个视频 只骂王岐贤 而不说要帮助他 毕竟他干了这种坏事 就应该接受法律的制裁 真可惜 乌克兰太腐败了 交钱就能出来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 我之前的时候 朋友也说 你怎么能说你要帮助王岐贤呢 我觉得他们说的对 你也提醒的对 我现在这几天有空的时候 就拍 就拍视频 骂包 是鞋 完了 我接着我要问 我说咱俩确认一下 我咱俩可以确认一下吗 咱俩对峙一下 或者咱俩语音一下 他马上说 不要再威胁我了 你这几天的粉丝 已经骂扰我很多次了 我身体很不好 你厉害 你特别伟大 不要骂扰我了 行不行 现在凌晨一天 我来个打扰了 他给我拉黑了 来 你们看我是不是说打扰了 他给我拉黑了 我徐曉冬他妈的非常尊敬他 跟他好好说 因为我压根就不知道 詹基哲老赵怎么了 被那么多人骂 当我核实完王岐晨的事 我到现在 我只能说99%的保证 王岐晨绝对没干过那种事 这是我从他们家里人 亲戚和直系亲属 第一手资料 我99.9% 但是这0.01%呢 我觉得 有没有一种小小的可能 詹基哲老赵赵 说的是对的呢 但是我在现在来说 种种迹象 让我越来越很难相信 詹基基哲老赵所说的 第一他重申了两次 说你有问题 你直接打电话 问乌克兰住美国的领事馆 总领馆 对总领馆 这他妈乌克兰住美国的总领馆 那他妈是在美国呀 这王岐晨是中国人 又是在乌克兰进去的 跟美国有什么关系呢 他要是应该是中国领事馆的事啊 所以这个让我呢 特别疑问 第二个就是 为什么战机记者老赵 这么说王岐晨杀人 王岐晨卖音嫖娼 王岐晨骗人什么的 最后这些视频 战机记者老赵 为什么在他的视频下 要重新都删下来了 都删了 都删了 他又不承认了 但是他嘴里 到现在还是说 王岐晨是杀人犯什么的 我今天还是一句话 当然大家也会百分之 可能99 相信我 百分之一 信老赵 没关系 等我极贤出来 要说清楚 我还那句话 99.9% 相信极贤的家人们说的 极贤是战争的一些事进去 评价战争和拍摄战争的一些事进去 而不是任何 杀人妇女呀 拐卖妇女呀 又诈骗什么的 绝不是 所以今天呢 我要说到这儿 另外我跟大家说一说 这战机记者老赵 我特别不爱听你这句话 就是我马上当公务员了 我在这里的视频里呢 第一我也跟你保证了 没有任何人支持骂你 我徐晓东没有任何支持任何人 如果支持你有证据拿出来 我徐晓东说了 要不然被车撞死 要不然跳楼 我这话都说了 到今天此时此刻 11月6号 此时此刻 北京时间晚上 10点22点了 此时此刻 我还在说 我从来没有 到现在我就没有过 要任何人去骂老赵 要任何人去诋毁 或造谣老赵 从来没有 因为战机记者老赵 我都忘了你的微信 我都不知道跟你说话 没有 我找半天才找到你的微信 你说你马上当公务员 在这里呢 老赵 我呢 必须要公开的说你一句 如果你说的之前是对的 我徐晓东一定向你道歉 他的事实的 听你话 但到目前为止 种种即将表明 你应该是散布谣言 但是我还是给你留了 百分之零点零一的可能性 好了 在这之前 我徐晓东对你绝对 不会有任何的 说本来就没有 现在也没有 但是我要说的是 我要提醒你 一旦即将出来 最后他的律师 他都请了两个律师了 开始了 准备运作 就下周五 就这周五 律师应该是见他 只要是即将出来 有正面的消息爆出来 之后证明确实是 与这些所有的无关的话 战机汽车老赵 我徐晓东保证 你如果再这样 造谣即嫌的话 你在山东 你的所谓的 要当公务员的工作单位 地点 我徐晓东 在36小时之内 一定能查出来 之后 我个人要举报你 你看着呢 你看着呢 举报什么 我不相信 咱们国家 堂堂正正的公务员 应该都是真实的 可信的人 绝对不是那种 散布谣言的人 能当我们国家的公务员 老赵 我再一次提醒你 你要考虑好你的言行 你现在悬崖勒马 可能还算及时 如果你要再这样 拒步悔赶 到死顽抗的话 那你可能你的 公务员的梦想 就告别了 这是我今天的第一件事 第二个就是白爷的最新消息 不好意思啊 小广告吧 东哥的凉宽酒 都是几十块钱 这个呢 这个呢是标准的53度酱香 一药酱酒 酱香 第二个这是53度酱香 一药酱酒 高端 是龙的生肖管 这两个酒我都打开了 我喝了一下 这个更绵密 更有香味 这个是纯正的酱香 更纯正 好了 还有这些这么多的茶叶 我说这些茶叶很朴实 但是真的是货真下实 二三百的茶叶 能坑比一千块钱的茶叶 但有的网友说 东哥我跟你说了 你要坑比一千块钱的 可能悬的七八百的行 但我觉得也还行 大家可以尝试 还有这个零茶瓶的鞋 那边呢 当然还有这个大闸蟹 都是最近的主推 这十一月份了 大家要吃的话 得吃到这个下旬 就差不多了 感谢大家信任 准备下一个白夜的事 在阳城湖 吃着阳城湖的大闸蟹 喝着医药酱酒 还有我们这特供的坡茶 特别特别的爽 行了 千呼万唤使出来 白夜的使出来了 小白怎么样了 小白现在在七里局 就是西城砍业所呢 我就明确告诉大家 消息应该我认为 是千真万确 这是我特别好的一个网友 他的发小 进了那号 正好看见白夜 我操这不是白夜吗 白夜说 我操兄弟 小他妈废话 怎么进来的 我说我赶快 他妈开始玩 玩什么呀 灌蛋 我操 白夜你家在里 还能玩灌蛋呢 当然 如果你们觉得 薛小冬虚构胡说八道的 等白夜出来 你们问他 最新消息 白夜呢 在七里局 这个 那个 西城砍业所 期待的是二板 这哥们呢 就是告我消息 这帮哥们呢 是三板 三板 头板呢 是有托了 后台硬 是当头板 白夜二板也很牛逼了 还是那么健壮 告诉大家 还是那么健壮 但是呢 就是吃的不太好 你们也知道 这个砍业所里吃就没回事 完了吃的不好 但是还那么健壮 完之后呢 白夜呢 也心情还不错 老跟大家聊天 逗 就是白夜 完了之后 我们跟哥们消息 我说白夜消瘦了吗 说啊 他妈消瘦 没有啊 我们的哥们一进去 卧槽 又白又壮的 一看这不是白夜吧 哈哈哈哈 滚蛋 卧槽 我就是我都不知道 什么叫滚蛋 白夜呢 就是觉得吃的一般 这是第一 第二呢 白夜自己说 应该是在明年 就应该差不多有消息了 就明年就差不多 可能出来了 明年的什么时候 不知道 有可能明年中许 有可能明年中下去 有可能明年上许 哈哈哈哈 压都不知道 这个呢 是我说的 大家说 秀晓东 你那么乐呵呀 不错了 白夜你压的 这逼逼逼 他妈里头还那么乐呵 这就是高度的 这个乐观主义精神 值得大家学习 对吧 秀晓东 你胡说八道 你看这么多人 有的说 老说了去 胡说八道 没关系 白爷出来 自然告诉大家 我秀晓东 胡没胡说八道 包括王岐贤也是 王岐出来 自然告诉大家 我秀晓东 胡说没胡说八道 我秀晓东那么牛逼的人 我告诉你 给你胡说八道 当然了啊 我操 王菊又开始了 王菊牛逼了 王菊 不行 我牛逼了 我飘了 秀晓东 我牛逼了 我说你干嘛 要飘了 你怎么了 你 啊 秀晓东 你输了 打赌啊 我现在到一百万了啊 你当时打赌 输了的话 你 你怎么赌的呀 你是赌的什么呀 听见没有 听见没有 哎 你说秀晓东 作假 这不是王菊的事 你不问问他 不就完了吗 完了 那会我记得 跟王菊 赌的时候 王菊 你我要输了 我如果 我他妈能到日本 我操 你挑 各种各样的形式的 你挑 别管是屁股 别管是脚啊 别管是哪的位置 你挑 情趣 要不然你回来 回来到哪都行 哎 也是 所有会所 你挑 你他妈能回的来的 这是王菊 东哥就这么大气 操的嘞 活着就这么这么的 爽快 啊 我输王菊的放心 该赔的一定赔 另外 那个 我已经寄出去了 一个礼物了 这个哥们收完之后 他会发照片 我给大家发出来 就是我赌 我赌王菊的一百万 我输的嘛 我保证发大家东西的 这一个 应该跟四个人赌了 那三个人还没联系我 我也接着等着啊 等着联系到我了 发给我证据 我们俩聊天记录 或者什么的 有这证据 我立马就赔 可惜啊 那帮跟我赌的人 到现在多少人不重复 比如说 比如说他妈的那个 唐山 唐山 爱打女的事 那么多人骂我赌 到现在呢 都说错了 他妈哪个人给我道歉 有俩给我道歉了 实话 剩下的人呢 算了 我大气 东哥呀 很多人说 我说不吃牛逼啊 我说 真正玩网络的 要学就学我学 小冬这样的 牛逼哄哄 真实大气 操 牛嘛 别装逼 操 装逼 遭雷劈 雷要劈不死 还有老中医 这是白夜的事 王菊又管我腰账呢 我得还去 但是还是恭喜 恭喜王菊 别管是 但是我告诉大家说 东哥你是不是说 他 他涉嫌 买粉啊 什么上来 我跟大家说 他就是不买粉 他估摸的明后年 明年也差不多了 就什么明后年啊 明年也差不多了 这个是 行了 今天呢 就到这 后面 东哥说一下 现在我这边一直努力的上课 平时呢 都是我的私教礼拜一到礼拜五 欢迎大家成人 成年人来上我私教课 周末呢是孩子班 那应该是全国最好的教课的地方 还有很多电视台对我采访 哎 这我有记录 大家可以看一下 后面呢 还有小广告 有榴莲 有包 有眼镜 还有我东哥的衣服 感谢大家支持 毕命万岁 同时 真实也万岁 猫山王顶级的榴莲 特色背包 各种款的眼镜 喝的 还有东哥品牌的衣服 请大家扫码 摇会越来越多